Hello 大家好 今天教大家做的就是這個聖誕樹造型的麵包 首先準備好一塊麵團 然後先壓扁 然後用一張卡紙 切好聖誕樹形狀 你看到這裡好像有一塊東西 其實它是兩片麵包 你看一下中間這裡 其實中間這裡有兩片麵包 然後中間可以塗樽紫醬 或者花生醬都可以的 兩片塗完後 搭在一起 然後用一把膠刮 鐵鏟 切開一折 切開一折之後 就這樣 逐一逐一折拌回去 向著同一個方向 你們記得做這個聖誕樹麵包的時候 你們就直接放進盤子裡才好造型 不然你們放在桌子裡造型完之後 然後又移到盤子裡 有機會走位就得很大 那你們做的時候在中途 因為有些醬在上面 可能會有些黏手 儘量你們的手就可以做少少手粉在手上 這樣就不會黏得那麼吵架 好 這裡做完之後 另外一邊 因為時間關係我也一早做好了 如此類推 然後做好之後 撿一撿一些位置 接著再放一顆吸好的星星 又或者用刀割出來 按一按它 這樣就完成了 這個聖誕節的聖誕樹麵包 出爐之後 你們可以像我圖圖那樣 撒少少少白朱古力上去 然後撒少少開心果水 還有這個紅 叫辣椒果乾 或者金巴蜜乾 已經很帥氣了 好 今天就講到這裡 有機會再教大家做其他新東西 拜拜